好 志遠想要先請教您這邊 過去有沒有跟政府接觸的經驗 嗯 比如說會議啊 台創算不算政府 辦 打1999 打1999也沒有 我最多就只有看到新一代設計展辦的不夠好 然後我去協助這個展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就跟台創有溝通過 那在上面的成績就沒有了 所以對你來講台創給你的回饋 你會覺得他很關了或者是 他很擔心出錯 對 因為那個展他是承辦單位 那他其實 他其實會聽到很 十幾年來聽到很多的聲音 那他其實也試著做一些改變 但是沒有做好 然後 所以他就很 他其實我 接到訊息 我提案子給他的時候 他是很擔心說 這會不會還有什麼問題 會不會出什麼問題 會不會這個問題 對 對 我記得他是這樣子 那那時候剛才 像打交道呢 那時候有提到說 是因為新一代設計展 對 那是因為新一代設計展的什麼原因 其實那時候是 學生在抗議 對 他是太陽花之後 然後學生就學著太陽花一樣 在那邊抗議說 我要擔新一代這樣子 然後可是其實 學生沒有看清楚整個問題在哪裡 然後他學的方式 用那個大長花的 那個罵髒話的方式 在新一代的門口 那些罵髒話說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錢做這種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 他其實中間有一個本質的問題是 辦展的單位 他要從觀展人的角度去 籌辦這個活動 而不是從一些參展人的角度來籌辦活動 要不然你就是辦了很多人的展 可是沒有人想來看 那我就從觀展的角度跟他講說 我要怎麼找到 我要想看的 看的那個作品的角度去切入這件事情 當時是做這件事情 那時候是用什麼樣的方式跟他們 做這一連串的建議啊 或是報酬嗎 我也是在 我其實是那時候是 線上 我那時候其實是 我的這些UIUX的知識都是自學來的 然後我在 我在找到一個線上課程 Ideo的那個Design Thinking的課程 我組了一隊的人 然後來 以這個為題目 然後去研究 也訪談了一些人 然後最後其實我提出了一個網站的Prototype 然後我在 前一年的時候我就已經試用過了 然後有一些feedback 有些好處跟壞處的 那我就是從這個feedback去跟他們討論說 你看我幫你做到哪些事情 然後 對 然後一些證據 去跟他討論 所以那時候是有樂道可以跟他們一起嗎 有我有談到台創的副執行長 就是聖龍組長 我要再來副執行長 一路談上去這樣 那在那個過程當中有沒有遇過什麼樣困難的情形 可以談一下你那時候的感覺 困難的情形啊 那就是其實 我覺得我是一個有志的青年 可是他大概看我又是一個 就是一堆報名的其中一個吧 對就是一堆 就是因為他太常被責罵了 他太常被罵說你怎麼都沒有做好 這沒做好那沒做好 所以他大概覺得我只是其中 他不認識我是誰這樣子 他只是覺得我是一個意見很多的人這樣子 那我都要提出我的證據說我做哪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可以怎麼做 然後其實你可能不需要花太多的精神 不需要他多的經費 不會被質疑說這個錢花哪裡去的這些事情 然後才有辦法讓他去試試看這件事情要不要做這樣子 對啊 那其實就很多時候需要再證明我是誰 不然他也會擔心說你是不是後面是有誰在幫你幹嘛 還是想要藉由我來做什麼事情 對啊 當時是這個 那這個 這個議題之後接下來就會是 就是到報稅系統這個案子嗎 嗯 但是你中間還有其他 就是其實UIUX自學當中有參加很多個活動 有很多工作坊 我也陸陸續續有在參加 只是沒有這麼工作坊就工作坊 不是實際去改變一件事情這樣子 對實際去改變一件事情的經驗 對你們來說就是新一代跟報稅安寧這兩件事情 對你來講是比較重要的 是當然還有一些工作上的案子 對 那這一次在提案之前是什麼樣的事情觸發了你提案的動機 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背後的 其實是 我學弟在去年4月的時候辦了一場找唐鳳來的演講 然後就是 他唐鳳都是那個slido嘛 然後輸問題 然後我就去看他說哇做得很棒耶 然後就輸問題說 欸我是有什麼可以幫你 唐鳳就說啊幫我 你就再多提一些案子啊 那我就記得這件事情了 然後記得這件事情之後在5月的時候就看到板上一片的罵聲 就所有的那個UIX的朋友說 喔這個什麼 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問題有什麼 然後我突然提了這些政府也不會改 然後我就想到嗯 真的不會改嗎 那我就把他的那些講的話複製起來 就是貼上去 我幾乎 差不多是複製貼上他的所有的話這樣子 然後我就貼上去然後想一個比較 比較有趣的名字吧 難用到爆炸 然後我就 就 呃 準備送出嘛 他終於有一個審議的期間 七天審議嘛 然後我就想說 等這七天討論之後再把他實際送出 再找大家連署這樣子 結果隔天 財政部資訊中心就發新聞稿了這樣 然後就 欸不是要連署嗎 然後就覺得很有趣 怎麼會這樣 聽起來 呃 您在遇到了這一個問題之後 第一個想到的是說 到舊影平台上面去跟 所有的網友做討論 討論來遇到準備要連署 那 呃 有沒有考慮過下一步 比如說你在上面的連署 或者是討論 沒有更好的結果的時候 有沒有想要透過其他的方式來影響 如果舊影不OK 其實 我覺得我 之前在台創討論那個經驗 我就是一層一層打上去嘛 我覺得先通過處長啊 或是承辦專員 再處長 再慢慢約到那個副執行長 然後副執行長點頭的時候才可以做嘛 那我覺得我就是 我其實那時候也有做一些事情 我自己辦了幾個工作坊 就是招自己認識的人 然後我想說 就收集大家意見 其實我覺得我收集意見還蠻有把握的 對 那我就可以 我的確也做了這件事情 那我當時其實是想說 我其實本來預期是 我一定要打很多關 才能夠碰到要去改變這件事情 所以我有準備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來協助我收集這些證據 對 然後只是隔天突然之間 就從最高層級往下回來 找到跳關的水關 對對對 就是瑪利歐那個概念 欸 我怎麼跳到 跳到這一關了啊 對對對 跳到魔王關了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喔 這剛才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 所以聽起來 我從剛才您的敘述聽到現在 我可以說您是一個還蠻相信政府提制的人嗎 因為一般的民眾 如果有意見想要跟政府說 他們可能會透過民意代表 或者是透過我叔叔的阿公的阿伯在政府單位 然後所以我想要透過他來關輸 或者是打通某些關節 好像這樣子政府才願意聽我的聲音 可是聽起來是你覺得我只要從基層 承擔農人一層一層往上溝通 政府是願意聽到聲音的 就是對你的感受來說 傳統跟政府溝通的方式 你沒有考慮到 你考慮的是 我就是直接找政府談 他們一定會聽得進來 OK 其實我的印象是 因為我之前就有知道這個 Jong平台 然後也知道那個月亮杯的點數 是 然後我知道它有成功的改變一些事情 是 所以我其實是 覺得這好像可以 可以 成功的改變一些事情 有這個印象在 對 那如果 我其實連署的時候 還在準備連署當中 那我也不知道會有什麼改變 那雖然我知道我自己是UIUX專業 這裡面應該很多東西可以改 不過 我就是覺得 對應該可以吧 當時其實我不曉得 這樣子 對 有沒有想過透過其他的 平台去 去提這件事情 其實當時真的沒有想很多 那就是我 就是中午吃飯 然後Facebook 就是休息的時候 看一下Facebook 因為這件事我其實 也不算很有 我不算關注這件事情的人 對 我只是Facebook看到 然後有這麼多人都在討論這件事 我跟財稅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人就不知道這些事情 對 我是 就是Nobody這樣子 對 對 Nobody 我不知道 那些什麼扣腳啊 那些是什麼東西 我都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大家有這個困擾 然後我就這樣把它複製貼上 然後就 發生什麼事了 就這樣 請問志遠大概是在什麼時候接到 呃 就是 承辦同仁的電話 承辦同仁的電話 喔 我記得 當時 我貼出來之後 貼到上面的時候 然後 然後 呃 財政部發新聞稿的時候 其實我周圍的朋友 就有點嚇到這樣 就是 哇這件事真的要做啊 那其實周圍有很多朋友 他也是曾經說 欸好好好 我們來做這件事 如果財政部真的要做的話 然後 然後 然後其實很多朋友又要意思 然後我就覺得 OK 好啊那 就給你一次啊 的那種 狀況這樣子 那 就說 反正 這件事有做起來就好啊 你能力也夠 其他人能力也夠 不見得要我來做 只是後來他們通知我說 我是提案人的時候 一定要到的時候 就說 喔原來我有這個角色啊 我就 喔好啊 那 那我就要問說 所以說 我大概要講多久的時間 要講什麼 那我再去思考說 喔喔喔喔 所以這個 run down 是這樣 所以我要準備多久的 PPT這樣 所以稍微 稍微準備一下PPT 啦 當時其實 接到電話是呈現一個 喔原來我要上去講一些話啊 好吧 我來準備一些東西 就這樣 就把那些 我召集工作坊的那些事情 整理起來 那參加這個 這一次的會議 就第一次的協作會議之前 您覺得協作會議會是怎樣的進行 協作會議 嗯 我覺得是 我才是工作坊啦 那可是其實我 我 參加過很多U.I.U.X活動的工作坊 對那我 其實只知道會有一些專家 對 有在召集一些U.I.U.X的專家 然後 有很多人關注這件事情 那 其實我不確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啊 那我就是情形 OK 反正有這些人 那我提供這樣的資訊 讓大家比較好運作 提供哪些資訊 讓大家比較好運作 來做這個BVD 這樣 所以我沒有 特別知道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 在參加 呃 協作會議過程 的這個當中呢 嗯 呃 因為您剛剛有提到說 你有參加過很多其他不同的工作坊 那你有沒有覺得這次協作會議 跟其他過去參加工作坊 比較不同的地方 或是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喔其他的工作坊 因為就是 就是 就是 體驗性質的 我是每個人繳切錢 讓他去大概知道說 這會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那 這個工作坊是真的要去改變一些事情的 是所有角色就是真的是在 有點像在跟民眾溝通的狀況 然後我就發現說 呃 呃 有些場景就很真實 就是我還記得有一個 立法委員的 助理吧 然後他的講話方式 我就是呈現一個 他在究責 你為什麼要這麼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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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發現就是 那個財政部的長官就要出來 談這件事情 就是 喔這個原因是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突然理解到為什麼 那我突然理解到為什麼 財政部長官 我聽起來像是官腔的話 是因為 他遭受到立法委員的這些 去究責這件事情嗎 那我覺得 唉 究責喔 怎麼把問題解決 看清楚問題在哪裡 而不是去歸咎責任 這屬於誰 可能這是更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可能連問題在哪裡都還不知道 然後就只有責任 其實還蠻奇怪的事情 那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其他事情 呃 您覺得印象特別深刻 除了說第一次之外 我們還 後續也有換了幾個 你說工作坊嗎 對 工作坊就很有趣 對 對其實 呃 當時 我覺得這個狀況很有趣 就是 約了民眾嘛 也有財政部的人嘛 然後其實是期待 讓財政部的人開始去畫這些UI 他們有這個規劃數位 數位產品的能力 可是 財政部的人就有點 怕怕的 所以就說 蛤 我真的要改這個東西喔 我可以改嗎 然後他不太敢下手 然後民眾來 就是完全的相反 我可以改這個耶 好棒啊 你要改成這樣這樣啊 然後就是呈現一個 就是民眾非常的熱情 的這個狀態 還有 中間還有那個 你可以不要再講了 我可以直接開始做了 的狀態嘛 對 對啊 所以那我們就收到很 收到了很多 從民眾想像中的那個 介面 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來去整理 當然也不能完全照他的做 對啊 可是我們至少知道 他為什麼會想要做成這樣這樣 對啊 然後 我覺得也算是一個 示範讓財政部的 這些長官 或是執行人員 看到說 欸其實我這樣子畫一畫 其實真的會有幫助 而且 我猜大概他們覺得我畫出來 就要做成這個樣子 所以他不敢下筆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子 可是 對 對啊 那 其實就另外一個角色 讓他比較有勇氣 或是知道說 喔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體驗吧 那 呃 參加這個 學術會當中我們有設計了幾個不同的方式 嗯 比如說 呃 有Slido 主持稿 然後新制圖讓大家開始釐清問題的那個方式 然後到概念發展展 還有直播這幾個技術 嗯 可以分別請問 您對這幾個方式的一些想法 從Slido開始 Slido Slido讓大家比較敢問問題 對啊 他就是 因為 對 你要在大家面前發言 在一群不熟的人面前發言 這件事情其實是有難度的 對 而且你 也許你想得很清楚 但是你講講講講講話會 會會會會解八這樣子 對啊 那你就會不敢去講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調查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Slido 其實是有 克服了這件事情 對啊 還有主持稿 對啊 主持稿那就是 我覺得主持稿 他是讓我去仔細的分析說 因為我們這樣講話講得很快 那或者是講完又接著講下一件事情 那我可能前一件事情 還沒吸收完就掉了 那可是主持稿 讓我把那個思路放慢吧 讓他去想說 欸他這時候為什麼會講這句話 講這句話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對 每一字每一句都去再去重新思考過 所以反而是在會議後續 可以再讓你再重新思考這件事情的一個功能 是 那你會不會覺得 當初會說我們會做主持稿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正面還是負面的想法 做主持稿啊 我沒有特別care這些 就是周邊 我只是想說到底怎麼樣可以協助 這些事情可以往前推這樣子 那在新制圖 新制圖的使用上 你個人這邊的一些想法跟觀察 嗯 新制圖它的確是一個工具 然後要大家 就有一群人是熟悉新制圖的 大概就比較 比較能夠上手 那有一群人 可能不是這麼熟悉的時候 的話 就會 稍微有些吃力 喔 或是 其實它都是整理的方式 我覺得它有個 有像個某個目錄一樣 就是 這一個 報稅這件事情 總共分為1 然後 2 3 4 5 然後再去分1-1 1-2 1-3 然後1-1.2.3 去把它整理清楚 的這個過程 那我自己熟悉的是用便利碟去分 對啊 那新制圖我覺得是一樣的東西 這樣子 對啊 那 不過這些都是協助 釐清 或是看清楚問題 然後 或者是怎麼把大家說的話整理起來的 的 的 工具 對那 我覺得整理 大家 所說的話 變成 一個 一個 總結 或者是有一個 項目 這些事情 其實沒有很容易 這件事情 要花蠻多的時間去思考 或是研究說到底 為什麼它這時候講這句話 講這句話的原因是什麼 那跟後面這個什麼 有沒有關聯性 其實是要去尋找 去探索 去確認 到底是不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蠻難的 沒有說很容易 有這些工具有幫助啦 不過 對 還是蠻需要吃這個個人的能力的 這感覺 這樣子 那可以請問一下 關於 概念發展單 就是我們常常下午的時候 會做 讓大家去 針對已經定義完了的問題 去做一些 腦力極大的 對 服務他們去把想法 去 慢慢規範 這個的工具 那對於這個工具的想法是什麼 嗯 它大概有一個格式去遵守 那 可是其實 大家也不熟悉那個格式是什麼 然後跟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聽 光聽解說 好像也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覺得大家有在 開始去試著 寫寫看 雖然不是每一組都 造成那個概念發展單 或是概念發展單 其實有好幾個形式嘛 對啊 去做 不過我覺得它是一個 啟發的工具啦 對啊 它不見得完全要照它來做 它只是讓你把 想到的東西 吐出來又整理好的 工具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是直播 嗯 你覺得直播有什麼樣子 直播啊 還好 喔 有朋友 Richard 他後來就是 就是真的很有心 就把所有的直播 重新看一遍 這樣子 可是這要花很多的時間 比如我們那天開的 就要幾個小時 對 他重新全部看一遍 去找出重點有哪些重點 那真的要很有心的人 才會這樣子一直看下去 對 那其實 我覺得它的意義大概就是 我公開耶 公開透明啦 可是有沒有人去看 又是另外一回事 這樣子 那經過這一次的協作 那對於公共議題 如果你身邊的朋友 對於公共議題有想法的話 你會跟他分享 你參加他協作會的經驗嗎 有啊有啊 想要可能推薦他可以走這樣的方式 有有有 我有推薦過朋友 對 所以他之前有碰到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就分享 跟他講說 會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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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碰到哪些階段這樣子 這是其中一條路這樣子 那他要有沒有選擇 那是他他去看那些事情 還是他去找立法委員 那些事情 對 那看到這樣一路上慢慢的 呃 當初的討論的一些建議 嗯 然後一起做的一些成果 都慢慢變成具體的感想 那想要請您討論一下 現在的一些心情跟想法 現在的一些心情跟想法 對我覺得要改變一件事情 真的是要 哇 他是一整個一整段 就是一個階梯 有些階梯比較高 有些階梯比較低 那要怎麼去跨過這個階梯 呃 他有時候不是 不是政府 或是某一個單位去硬推就推得上去 這樣子 他也會有 會有時候譬如說 財政部想做 但是情報廠商不想做 那他不想做的原因是什麼 我身為一個旁觀者 我有辦法去協助 如果你 你打不通這一關的話 我也沒辦法協助你打通這一關 那或者說我打不通這一關 你可以被協助打通這一關 對啊 我就是一直在協助 就是 對 我覺得就是 重點是把這件事情做 做好嘛 就是改變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很困難 中間有很多的關卡要去走 對啊 那 就是協助大家做好這件事情 那目前已知的成果來說 你覺得有達到 當時在網路上跟大家討論的目標嗎 達到目標 我覺得 產品永遠都在BETA版 對 他原本沒有那種 啊做完了 他永遠都有 呃 你看蘋果做這麼好 他也在更新他的iways這樣子 對 他其實都永遠有更好的 我們都在邁向更好的過程當中 對 我覺得他有改變 而且有改變的一個程度 對 我覺得是好的 但是其實我不確定 大家怎麼看這件事情 對啊 可是我會覺得他 我們還是在 在改變的過程當中 對 如果大家反應不好 好啊 對啊 我就要跟你講 哪裡反應不好 再跟我說 再跟我們說 對啊 所以聽起來是如果 未來 一般民眾 廣大的民眾 看到新版的報稅軟體 仍然有一些批評的時候 嗯 你會 嗯 因為你是一個 在裡面 相當重度參與的參與者 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比如說 聽他們的意見也好 或者是說 呃 比分這一個過程也好 你會怎麼樣去應對 呃 將來可能發生的批評 嗯 我也想理解他 在哪個地方出了問題 我甚至想把 我 之前就有類似做這樣的事情 把所有的圖啊 每一個介面 放到google drive 上 然後他其實是可以 每一個人都可以下去 給評論嘛 對啊 那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那我就丟這個連結給你 說你在哪裡 的哪裡 碰到問題 對 在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有試過 對沒有沒有沒有 對沒什麼有興趣這樣子 對啊那 那如果有人聲音特別大 或是什麼 好啊好啊 哪裡 你跟我講是哪裡 對 我知道 你 就是如果聲音特別大 通常都是情緒嘛 那我要知道他會有 造成他這個情緒的原因是什麼 對啊 我如果光處理情緒 情緒處理不完 對啊 我要知道情緒的原因 對啊 那我想辦法去收集到這個原因 雖然沒有很容易吧 不過 OK 反正 我就可以持續去試試看這樣子 不要緊 對啊 不好意思 當初 當初 呃在 呃 驅使你提案其中一個因素就是 也有人在 Facebook上面討論這件事情 那想要問說現在 呃 這一群社群他們會繼續討論這件事情 呃 我覺得報稅這件事他就是在五月 的時候會有 有那個非常多的 抱怨出現 然後五月一結束就 就沒有聲量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也有社群的朋友就是 參加完 之後就是做了一個概念發想 AJ 然後他做了一個那個網頁說 欸 報稅可以怎麼用它做 然後其實也沒有很多人去回覆那一篇 對 然後 對啊也有 也有 立法委員 找我去 直播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人在看 直播 對啊 那我覺得 那可能是到五月才會 比較有人關心這件事情 那 我覺得這個題目本質上是一個大家是 呃 不要跟我講這件事 叫我要花出一筆錢 所以我不想關心這件事的議題這樣子 對啊 那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真的還好啦 大家就等著五月想看成果這樣子 您覺得目前這樣子的結果 有沒有提升了民眾跟政府之間的信任 提升民眾跟政府之間的信任啊 這個要去問民眾 您也是這樣說的民眾嗎 我覺得覺得 欸我覺得是一個 人 呃 就是我一個平常的人 甚至對這才 這一點 概念都沒有的人 我只是 對UIUX自學了一陣子之後 我能夠去 去改變 改變這麼大的事情 然後 我那時候想的是 在報酬上你大概一兩百萬人回去 用它 我可以改變這麼大的事情 我覺得 有這個路徑 是很棒的事情這樣子 對啊 就是 其實讓每一個人知道說 其實自己是有機會 有 你把能力準備好 你是有機會去改變整個大環境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棒 對啊 那 信任感 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信任感 不過我知道說 讓我發現說我 可以出一些力氣去改變這個大環境 嗯 還蠻蠻有成就感的啊 應該就這麼說 嗯 嗯 嗯 最後想 因為 因為 志遠也是 當初在 規劃後續的工作方法 有一起參與 嗯 嗯 可以再回過頭來拍 或是這樣子工作的狀況 您覺得它有沒有在哪些地方可以再改善 改善 我有 應該寫不完 就是 就是每一個細節可以再討論 嗯 就是說就是 在工作的規劃上面 不是指 嗯 實際上 報酬系統還有哪些可以改善 嗯 而是 所有的工作方式各種安排 嗯 在協作會議這一塊 覺得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再做得更好 讓PTS這邊 就是在未來的一個可以 再改進這個一句這樣 嗯 嗯 喔這個真的 這要想一下 我一下就是 好像回答不出來 這樣對 對啊 嗯 嗯 嗯 比如說當天邀請的人 嗯 或者是會議的流程 嗯 或者是甚至硬體社會 會議室的狀況等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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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是 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們第一次 第一場結束之後 昆明事後說 就是 他結束的時候是完全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對 就是 就是你要 就是讓這些 嗯 在政府裡面的人 就是他 他就 就制度 碰到一個新方法的時候 他可能 因為我們 絕對辦工作坊 就是大家收掉很多活動 大家有講到話就很好 可是 就 就承辦人來說 我要寫報告啊 對 每個人都講一兩句 講一些東西 那我怎麼寫報告 對 可是那他現在比較知道 比較知道 喔 然後我是在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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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出的過程 然後我收集到了 那我中間還要花一段時間 再去整理出 才會有報告 今天是他可能會比較安心 這樣子 我覺得是應該 再訪 問昆明 去讓他知道說 OK 如果 如果從來一次讓他來辦的話 他覺得要有什麼東西 他才不會在第一次結束完的時候 這麼緊張 然後你們到底在幹嘛啊 我這樣怎麼交報告啊 在這種情況 這樣子 對啊 那 我想知道說 因為 您在這個軟體的 改變上提供了蠻多的心理 如果今天有一個 完全不了解這件事情的朋友 問你說 你這一年來 花了這麼多心力 在這個軟體上面 那他最大的改變 或是你最值得說 最值得Premote的東西 到底是哪個點 你會怎麼 這麼敘述它 最值得Premote是哪個點啊 比如說 你可以跟朋友說 你今天你報稅安心了 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對 那個怎麼樣怎麼樣 到底是什麼 嗯哼 OK 我覺得報稅軟體 他其中的一個問題在於 就是他原本是 他原本是在紙本上的嘛 紙本上有很多 很多文字說明 可是人在 現在在網路上 他不看這麼多文字說明 所以他有很多知識是被省略的 他只讓你去執行 所以他呈現一個 我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還要做哪些事情 我下一步要做什麼 都不是很清楚的狀況 那我至少有去把一些 你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準備好哪些東西 然後你要做 你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其實是什麼意思 我有提出來一些去解釋 去讓你 有最基礎的知識這樣子 而不是 你就按下一步 按下一步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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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要繳了兩萬塊出去 然後他就會覺得 哇哇哇 又被搶了 至少他開始有一些 大概有一些知識 或者是說 在這裡有這些狀況的時候 我應該可以 如果碰到這樣的狀況 是可以結碎的 我應該要注意一下 是有一些 我把一些必要的知識 就是漸漸的放進去 所以聽起來是一個 改進後的報稅軟體 實際上它是有租稅教育的效果 呃 一點點啦 但是大部分人 不希望得到租稅教育 至少我知道 我做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麼 而不是就是 啊就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對啊 好喔 好喔